今集帶大家去有小江戶之稱的村越 租大正羅萬峰的皇服 拍照 求良緣 吃完百年晚餘飯才走 Hello 早晨 大家好 我是沙朗 我現在就在村越站 我今早起床就check out 再搭去池袋 最後就搭到這裡 村越 村越在什麼地方呢 原來就是十年前 我第一次自己去旅行的時候 其中一個會道的點 它是有些復古的建築 是很適合拍照的 但是十年前和現在 其實我也是一個人來的 但這次有點不同 這次我特意預約了和服 以及預約了攝影師 希望可以為我十年的有日旅行 做一個紀念 村越有點特別 其實它是有幾個車站的 一般大家喜歡遊覽的景點 就是在北邊的 我選的和服點都是幾個車站中間的必經之路 最遠的村越站 無論是池袋 新宿出發都是非常方便 這個站一出就已經有一條商店街 大家可以換和服 就可以直接去老街那邊拍照 由池袋出發 想省腳骨力 可以搭到一個站 去到村越市站 如果有新宿出發 不搭JR 還可以搭西武鐵路 近一點之餘 西武那邊其實還有出一個一日券 看完這個表的交通時間 相信大家應該更加清楚了 我經遲到轉車 所以就選了去川越站 它是有遲到出發 其實最近就是去到川越站 走過去其實也是十分鐘左右 這邊是未來過的 這裡已經看到有些和服點了 已經少少 最近有一個寺廟 這間和服點比較隱蔽 它是樓上鋪的 入口比較小 記住不要錯了 這裡是有幾隻和服的 這些比較 可能都是比較花一點 這隻比較傳統一點 傳統一點 想營造大靖浪漫風 可以選褲或者褲子和服 褲子和服 我是想試的 不過發現很難承認 總共八千元的話 一隻全部都是可以的 我現在選這個風格 都是比較西方一點 像西方的元素 還有一些衣服 其實也包起來 我覺得白色那隻比較好看 有很多隻 這隻可以搭配 這隻髮型可以選擇 在繩巾頭 有一點水腫 我選這間和服點 comment是蠻好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 它的頭就設得一般 這條鬍子真的不知道想怎樣 換完和服之後 我就約了我的Photo 和我一起去前面的古鎮 那裡就會比較古色古香 拍照是很漂亮的 還有這裡其實主要是 比較大勝浪漫風 所以為什麼我特意選這套衣服 是有一點和樣兼備的風 雖然我穿過幾次 但我也覺得很開心 這些是新色一點的和服 這是我們今天會去的地方 這幾個都是拍照位 來到這裡其實已經是穿越的古街 那向前走呢 那裡就是打卡位 現在很多人 我以前來的時候 這裡是沒有人的 Double up Triple up OK 因為好像配襯很多了 和我的造型 今天是我的Photo 他就幫我拍照 那他會說英文的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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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邊沒有淺草這麼多人 餐廳和店舖也有很和風的層次 在門口拍照已經很漂亮 這個也是很好拍的 我們就站在前面拍照 穿越一番街附近的寺廟 差不多有十間 而這間藤草寺 去裡面的木建築 是很漂亮的 另外一番街這裡的時之中 是這裡的地標 所以是一定要拍的 好可愛 附近有些道具可以買 例如雪糕 糕 糰子 那拍照就會更加漂亮 這間Starbucks也是很漂亮的 裡面好像說有一個小花園很漂亮 這個應該是比平時多人少少 今天有特別的活動 冰川神社是整個穿越 最受歡迎的打卡位 前面是一個很好拍照位 我們現在是冰川神社 好多女生穿和服 其實每逢夏天七月八月 還會有這個結緣風鈴 更加漂亮 好可愛 好可愛 這個是可以釣的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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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社裡面還有一些很漂亮的拍照位 我就最喜歡這個了 拍完所有照片之後 它會給你所有照片 可以選20張進行徵修 呈現出更完美的質感 冰川神社可以作為最後一站的外面 有一個巴士站 可以去到商店街和穿越站 如果你櫻花櫃來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神社 後面有一條河 花瓣還會落到河道中央 整條河都是粉紅色 記得不會錯過這個私房想櫻點 如果你想像我這樣 租和服 在這裡拍到江湖風情 和大靜浪漫風 還可以上櫻的話 可以預約定我今次訂的女攝平台 Cartrick 它拍到Frankie拍不到的質感相片 世界熱門的旅遊景點都可以訂的 我有些朋友還說 要來拍casual版的pre-redding 其實都可以的 地區方面 日本主要熱門的旅遊城市 都有齊的 還會帶你發掘不同地區的新興拍攝地 我們在觀眾訂購的時候 輸入Promo Code 沙朗城Cartrick 還可以獲得一個訂製菲林卷 記得快點預訂 謝謝 謝謝今天的攝影師 幫我拍這麼漂亮的照片 謝謝 剛剛和Photot道別之後 我就繼續逛逛這條老街 有一件事一定要吃的 回香港之前 就是鰻魚飯 這裡很出名吃鰻魚飯 所以現在吃完再走 剛剛我們拍照的點 比較集中在那條老街上 但其實這裡 就有大靖浪漫風格 說了這麼久 大靖浪漫風其實是什麼呢 大靖時代雖然是一個很短的時期 但當時向西洋學習的風氣 女性意識的抬頭 很深刻地體現了 建築、藝術和服裝的層面 說的不是純正的羊派 而是有少少日本元素的 有種平衡感 除了我們剛剛的拍照位 這個大靖浪漫風格 也是挺有型的 和洋交會署 挺有趣的 那邊就是老街 當中千萬不要錯過這間鰻魚飯 但這間太出名了 太多人在等位 我隨便去了另一間 這間是近商店街 遠離了有人潮 等位的時間也短一點 但它也有190年的歷史 好像說因為這裡附近的河村水質 非常清澈 所以在這裡捕捉到的鰻魚肉質 也是很棒的 很香的 很香啊 我點了這個 三松之味享受 很香啊 很香啊 這天是我的其中一個旅程 在東京的最後一天 搭車回去池袋 我便在池袋 轉去上野 之後再搭skyliner 去成田機場 從寫blog上拍片 日本的旅行 大比我遠遠超乎我的想像 例如原來這個頻道 已經不知不覺 大入入3萬訂閱了 現在都要回香港了 不記得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Like、Share和Subscribe 如果你喜歡這個行程 但又不想計劃得那麼辛苦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 又或者按暫停 在左下角 找到一個購物的標誌 可以單次購買我的行程表 裡面已經有了交通 和更加詳細的餐廳推介 行程指南50%的收益 會用作慈善的用途 想支持我的創作 可以加入成文會員 除了可以抽選手信福袋 我亦都可以在IG回答你的問題 成文富士會員 可以在社群當中提供的連結 下載到所有行程表格 包括時間班辭 有用連結 餐廳介紹 洗費預算 景點介紹等等 詳細的資料 每一個行程時間和景點 都會連接去承換案內 和Google Map 方便你隨時更改行程 解錄 使用 解錄 擁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